南丹的湘建欢迎接远自史瓦地尼而来的三位社区健康推广员 他们即将在花莲慈祭医学中心接受为期六周的专业训练 希望能提升当地的照护品质 我们会带他们再去实际看我们在台湾怎么样做一个居家的呼吸的照顾 把握时间 护理团队立刻进行初步的训练课程安排 除了专业技能的指导 还要带他们走进社区 用最接近当地的方式达到社区照护的需求 我们秀林江的健康所没有人计划 这个就是一个重点 当然对整个那么大的社区 而且也你知道秀林江很大 人口也不多 那很劣势他们的国家的情况 这项训练计划预计为史瓦蒂尼培育21名种子失资 守护当地孕产妇以及新生儿的健康 待新闻宏旗邓明宜花联报导